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双十一不是差不多要到了吗 很多人催我做大牌面霜合集的功课 可是我最近是有一点点懒 我很多大牌面霜虽然买了 但是还没有开来用 所以我想着今天分享一下 我觉得双十一蛮适合入手的一些 比较贵价一些的护肤品吧 这些都是我用过挺多的了 还有一些是我以前视频有介绍过的 但是我这次想做一个汇总 然后我今天带了我在淘宝上买的耳环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但是它这边就特别的大 好嘞 我们现在快点开始吧 然后东西的话我就抓到一个就说一个 我先说这个奥伦纳素的这个冰白面膜 这个的话看我的频道久的话 应该都不陌生了 因为我不管是在空瓶记 还是在我去年的那个护肤品年度爱用里面 我都有分享过它 它呢我觉得是我用过这么多的面膜 它的及时效果是最好的 它是可以肉眼的看到我毛孔收缩的很明显 而且它维持的时间呢也挺久的 因为有一些它的及时效果是很好 可是它就最多就只能维持那个晚上 不过这个的话它维持我整个脸的提亮啊 或者是我毛孔缩小的那个程度 最少是可以维持一到两天左右的 所以我这个非常非常的推荐 还有如果你持续敷下来的话呢 你的皮肤状况会非常的好 这款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贵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就是像双11有折扣的时候可以买 这款面膜它不是那种敷的面膜吧 它是那种粉还有那个水分开的 所以要自己搅在一起 除了这个比较麻烦一点之外呢 还有它的价格 这款面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缺点 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去买这个 就是如果你有毛孔困扰的话 它真的非常的好 现在放我过去了 好了 然后这个说完之后呢 这个是我老公想要推荐大家在双11买的东西 现在好像老干妈香水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啊 我买给你的呀 谢谢 谢谢你 你试一下 没有啦 我觉得你特别棒 好 我们现在在说面膜的话 我现在再顺便说一个另外一个面膜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我爱用品里面有分享过的 这个新型超分子水阳酸滋养调理面膜 因为我现在用过挺多刷酸面膜的 这一款水阳酸的面膜 我觉得是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但是有效果的 因为有一些刷酸的面膜呢 像我前男生用的牙丝兰带那款 它的效果是很明显 不过它非常非常的干 然后这个地方很容易刺痛 这一款的话它虽然效果没有那个明显 可是呢它使用感会比那个好 然后上脸不会那么刺痛 对 然后这个调养皮肤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刚刚戴口罩的那段时间嘛 那个时候可能也妆化的比较浓 所以就很容易起小粒粒 我就连续敷这个敷了几个星期吧 然后皮肤就会立马干净非常的多 所以我很推荐 很推荐这个 这个我已经插门用空管了 我也听说他们家的美白精华也蛮好用的 我也想就是刷十一的时候买来试一下 好嘞 然后我现在再说一点也是精华类的吧 先说这个精华 这个就是契尔氏的这个美白淡斑精华 这个精华我好像也是 哎呦没想过它真的超好用 这个已经是我第二罐了 你看看你差不多用完了 这个呢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整脸的美白精华来用的 我是把它会放在我的那种化妆棉那里 然后粘在我有痘印的地方用 用了之后呢消痘印会非常非常的快 我也有用它全脸涂过 就是非常的不刺激 很舒适的一个美白精华 但是它对于我整脸提亮的效果不是特别特别的明显 可是它用来去痘印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呃我也用它来敷一下我这种斑 不过我那种斑是已经很久很久了 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有受痘印困扰的 然后脸是比较敏感 不想要那么刺激的话 我非常的推荐这一款 它使用感真的很好 这个精华说完再说一个这个精华吧 就是这个 First Aid Beauty的这个 我其实用过蛮多保湿精华的 贵价和平价的都有用过 这一款它的价位就算是中等吧 我真的觉得它的效果蛮好的 它不是那种很轻薄的保湿精华 因为有一些像那种玻尿酸精华 它真的很轻薄 你上脸一下它就完全吸收掉了 我觉得那种是比较适合在 敷面膜之前用这样子可以双重打底 我会把它单独当成一个保湿的那种精华来用 它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它刚开始挤出来是有一点点厚重的感觉 可是我在手上揉了一下呢 它就会变成水状 然后它刚上脸是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不过它过一会儿就会吸收 然后它跟你的后续的护肤品啊 或者是化妆品也不会搓泥 我现在有用的一个方式就是 开了一个维C粉嘛 那个维C粉的话 如果我直接把它留上脸 它是有一点颗粒感太重了 好像有点像磨砂膏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混到这个里面来用 所以我又可以美白又可以保湿 所以我很推荐这一款精华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蛮多东西都挺好用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再顺便推荐 就这个说了这个Fersey Beauty这个品牌 我再顺便推荐一下他们家 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好的东西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面霜啊 他们家的这个面霜 我和我老公都有在用 你看已经扣到只剩这么多了 这款我已经回购了很多很多次了 这个面霜就是他们说是平价的 真的觉得它很好用 很多人都说它需要乳化 不过我个人用的时候呢 我没有乳化它上脸也不会织豆 也不会不舒适 也不会很难推开 所以我觉得看人吧 在我的脸上呢 我是不需要乳化的 它是那种没有什么功能性的 修复效果还算是还行了 不过我一般如果脸很需要修复的话 我都会用lame的那一款 一个日常保湿的那种面霜来说 已经非常的足够了 我如果用这个 我一般都是早上的时候会用 就算我不在妆前擦那种比较保湿的东西 就算在妆天 它的保湿力也是够的 我老公也经常用它 所以我觉得这款真的很好用 而且我早上用它的时候 它也不会跟我别的化妆产品啊 或者是任何的东西搓泥 很推荐 好嘞 然后这个说完的话呢 我再说几样蓝蔻的东西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蓝蔻 我觉得他们家很多宝藏的东西 先说这个吧 这个也是我去年的年度爱用 就是这个蓝蔻的 它的这个大眼精华 这个精华呢 很多人都说可以长睫毛 不过我个人是没有太大的体验 因为我不会涂到那么的里面了 但是它呢 它的效果虽然没有那么那么的好 不过它的使用感真的太好了 主要是因为它有这个银色 这个球球啊 这个球球涂在眼睛下面 简直是太舒服了 而且它非常的清爽 对于我现在的眼部上它来说呢 它是足够保湿的了 我早上的话 我只会用一个这个 晚上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再加一个眼霜一起用 反正我真的很喜欢它 它的使用感太好了 虽然我知道它可能效果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它说可以去 就是可以消肿啊 或者是去黑眼圈 这些我都没有太感受得到 不过我真的觉得它使用感特别好 特别的舒服 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球球 很推荐它 然后说了蓝扣 大家肯定也知道我 别的蓝扣东西 要推荐什么 就是这个了 哎呦 就这个常年在我爱用 也一直都在我空瓶里面会出现的这个蓝扣小黑 哦呦 打小马马了 我觉得这一款呢 我现在暂时试了那么多基底液 我真的是最喜欢它 我现在的话 比较想要尝试的是那个 欧书丹的那块基底液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 他们也说这款如果他很喜欢的话 他们也很喜欢欧书丹那个 就两个交替着用 所以我会试一下那个到底好不好用 不过这款真的太好用了 就是有它和没有它 对于我的皮肤来说 真的是有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如果我的皮肤很不稳定的话呢 我就会一直用它 用了它之后 我皮肤就会明显稳定了非常的多 还有就是它超级好吸收 非常的清爽 因为我是混油品嘛 非常的适合我用 我真的想不出它什么的缺点 但是它的用量其实是蛮快的 因为它就是吸收的太快 所以我会擦的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用了这个之后呢 我后续的护肤品真的会吸收的相对快一点 用了它之后 我脸上长想粒粒啊 想痘痘的 就是那个 几率也会少很多 所以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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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推荐它 这个说完之后还说一个蓝扣 我真的很喜欢蓝扣耶 而且我听说他们家的这个高能小黑瓶也蛮好用的 我试用过一个试用妆我觉得还不错啦 所以我可能会去试一下 不过我上次试用的时候我肌肤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说那个就是如果你皮肤有一点点不稳定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用那个的话效果很明显 所以我打算下次请假的时候应该会买 我们现在再说蓝扣的这一款 就是他们家的精纯面霜 我的这一款是soft cream的版本 对我这款是soft cream的版本 他们上一次在澳洲减价的时候 我就买了很多他们的这个refill 因为买二送一买 我就买了两个他们的那个refill 送了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为我买的这个是轻盈版本的 它在我脸上的保湿效果已经是很够的了 就是我觉得我这么多面霜下来 它的保湿啊 还有滋润的能力是最好的 而且它上脸是 我觉得可以让我的脸看起来更喷的感觉 就是擦它擦久了 我觉得我的法令纹还有我的纹路都会变淡一点点 然后整个脸就是很喷润的感觉 而且它虽然刚刚擦上脸的时候 是会有一点油腻腻的感觉 不过它吸收了过后呢 你就感觉你的脸很饱满 因为我前段时间用它用的比较多 就是澳洲这边冬天嘛 然后冬天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全天都会开暖气的 没有停过 所以就等于家里会非常非常的干 我有的时候晚上懒的话 我只用它 我第二天起来 我的脸还是非常的饱满的 所以这款我真的非常的推荐 虽然它是蛮贵的了 我现在用到差不多用完了吧 不过我真的用很久 虽然它整个包装感觉蛮大的嘛 里面的东西感觉很小 不过因为它非常的好推开 也不需要乳化 所以你不需要很多上脸 所以我觉得这款我真的很推荐 然后其实我也听说 他们家的精纯的那个眼霜也很好用 这款我真的太推荐了 好嘞 然后这个说完之后 我们来说一些SK2的东西 SK2的东西呢 我最想要推荐 就是他们这个神仙水啦 我用过他们很多很多的神仙水 特别是今年 我用神仙水用的几率特别特别的高 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年嘛 所以就出门需要戴口罩 所以就导致我脸上非常容易的长那种巧克力 然后水油平衡也没有那么好 用了他们家的这个SK2的这个水呢 水油平衡明显改善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难以想象的多 就是用了跟没有用真的差很远 而且我这边差不多夏天了 我应该很快就会拿它出来用 这个就是我有一半时间平用了嘛 因为是冬天 然后我又戴了口罩 我又长了一点小莉莉 我就马上拿它出来用了 用了一个星期吧 脸就马上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多 我真的很喜欢它 很多人都说它因为有口水味 不是特别的舒适 可是我用了这么久了 我已经忽略掉它那个口水味了 这个就是我跟小黑品一样 就是会无限回购的 我还想说一个SK2他们家 我很推荐买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没有 因为我在尝试别的精华嘛 就是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 他们家小灯泡精华有分两种 一个就是上面写的是spot 一个上面写的是aura的那个 我用的都是aura的那个 那个真的很好用 因为我用了蛮多美白精华的 觉得比较少的美白精华 在我的脸上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吧 除了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 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 上脸是稍微有一点点干的 然后有一点点刺激 所以我不是很建议比较敏感 或者是比较干肌的人用 如果你皮肤是像我一样混油 或者是不是特别敏感的话 我非常的建议用小灯泡 因为小灯泡真的超好用 你看看他们 哈喽 刚才这样子的是谁啊 我现在拍摄都会挪到他们旁边来拍 所以就他们可以看着我 反正我就是非常非常地推荐 小灯泡 我觉得想要白的人一定要买起来 但是呢 我一般用小灯泡 我都会配合一个保湿的东西一起用 如果我是冬天的时候用小灯泡的话 我的脸会有一点点干 但是我配搭一个比较保湿的面霜啊 或者是保湿精华 一起用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他们家要买的话 我就很推荐这个 还有他们家的小灯泡精华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的话呢 我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就等于是你把很多 他们家的这个神仙水 敷在脸上 做一个很集中的护理 那个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它的使用感 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因为那个用完了之后脸上呢 非常非常的搓泥 还有就是它的面膜是很厚 很不服贴 但是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就是如果我有时候脸上长成大痘痘啊 或者是我脸上有很多的小粒粒 我想要比较快的修复它的话 我就会用那个 它的效果也是立干净的 不过就是 使用感不是很舒服 很容易搓泥 非常的容易搓泥 然后就是面膜只会太厚 除了这点 如果大家不是很记忆的话 我是买推荐那个的 好嘞 然后这个换完之后呢 就东西不是特别多了 然后再说的 我就是想要说这一款 辣妹他们家的东西 辣妹他们家的东西 我个人很喜欢的 就是这些 哦还有一个面膜 我等等会去拿来 我个人是很喜欢他们家的 这一款油的 这一款油呢 我没有单独的用过 但是我觉得它用来乳化这个面霜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后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就是这个面霜呢 我现在都是用他们家的这个经典面霜 因为我用过他们家 Soft Cream 还有这个经典面霜 我觉得这个经典面霜 会比Soft Cream滋润 还有修复的能力高非常的多 虽然价钱是一样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 还有这个油呢 它是油而不腻的那种感觉 而且就是你不需要特别特别的多 你就可以完全把它的这个面霜 乳化掉 就是我有时候 如果我去做了真青啊 或者是干嘛 我做真青脸比较红嘛 所以我这两个一起用的话 我过了一个晚上 我脸上的红就会消很过来 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是在用一颗美吧 就是那个在家有点像 做那种微镇的那种那个仪器 然后我用完之后 我也会用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它修复的能力啊 还有就是把我皮肤恢复 比较没有那么红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这一款呢 它的保湿程度 还有滋润的程度 是没有这一款那么高的 因为这一款它主打的就是修复功力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抗老的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一个抗老 又比较滋润的面霜 我会推荐这个 如果你想要一个修复能力比较好的呢 我会推荐这一个 还有一个兰妹家 我很推荐的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这个Lifting and Firming Mask 这一款呢 是一个睡眠面膜 这一款真的是上脸的话 一声的就吸收了 特别特别的快 如果我那天做了脸上 比较强烈的清洁啊 我都会先敷一层这个 然后我再加上 这个油和这个面霜乳化 我的脸的第二天起来 就是又干净又嫩 毛孔又会缩小 非常的多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 这个还是我的第一罐小包装 不过我用的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 就只剩一个底了 他们家网站上面 官方建议的使用方式 也是用了这个之后 再加他们的面霜 做一个叠加 这一款真的很好用 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他们说是一个可以比较紧致的那种面霜 这个效果我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显感受到 但是它对我毛孔啊 还有滋润的效果 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我最近也买了他们家的片状面膜 其实我也想试一下 好嘞 然后现在再说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HR的这个黑绷带 这个的话呢 我已经在买货网站上面回购了 因为就是买货网站的周年庆嘛 但是呢 我打算在双十一的时候 再在国内的淘宝买 因为国内的淘宝 我看到双十一好便宜啊 就等于是买一罐 它还会再送一罐 我觉得超划算 这款面霜呢 我有一次的爱用品也介绍过 它真的是太神奇了 它的功能性非常非常的强 我觉得它应该是所有的 贵夫面霜里面 最适合混合皮的一款了 好像是说 这个里面的玻色音含量 是特别特别高的 所以修复能力特别的好 我用它 我特别明显感受到的就是 如果我脸上长了小颗粒 或者是有痘痘 我想要它马上平滑的话 或者是比较快的修复 我就用这个 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 我脸上的那些痘痘啊 或者是那种小凸起 就会明显的淡很多 所以这款我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 它上脸是有一种 哑光质地的 会比较难推开一点 但是这一款 我一般上脸都不乳化了 我都是紫尖上脸 因为这一款 在澳洲这边是比较难买 然后又比较贵嘛 我就不是很舍得乳化 反正我就觉得太好用了 很多人都说用这一款 如果是早上用的话 比较容易搓泥 我也没有用过 他们家的白绷带了 因为很多人说 那一款不是特别的好用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 这个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 这一款就是我建议 如果你脸上比较容易长小颗粒 或者是比较容易长小痘痘 想要快速的修复 你有预算的话呢 我真的很推荐这个 好了我今天想要分享就到这里 这些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些护肤品 价位都会比较高一点 我是蛮推荐在双十一的时候买的 因为我看双十一的时候 应该是最适合入护肤品的时候吧 还有一些化妆品 不过我觉得护肤品是比较适合花更多的钱在里面的 因为如果你的皮肤好了之后 你后续上任何的化妆品 都会有请上天花的感觉 好了说完了 然后也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然后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好对然后大家要理性购物 理性购物 拜拜